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部长郑力军表示 除了表达哀悼 也将会协助家属处理智丧事宜 而文化部也会常请总统 命令保养 相声国宝吴兆南说唱艺术成为觉想 吴兆南相声区医社昨晚在脸书发布消息 吴兆南在洛杉矶时间十月十四号 凌晨一点半在家中安详辞世 享受九十三岁 吴兆南和魏隆豪的相声艺术 可说是台湾的 演员 其实不是 当初我是爱听相声 九岁 我舅舅 带我在北平西丹商场听相声 我就爱上了 也可以说就迷上了 就很注意 有 要不是有那个 收盐机 又有地相声 我就听 比上课还听得专注 吴兆南和魏隆豪的相声艺术可说是台湾最早的脱口秀 幼年在北京胡同里长大 十三岁拜侯海玲为师学习京剧 九岁就爱上相声 把对相声的兴趣变成一生的成就 吴兆南父亲的一句话是关键 努力推广上身 难以糊口 吴兆南还兼麦烤肉 蒙古烤肉就是他发明的 1973年吴兆南举家迁往美国 他仍然致力于发扬相声艺术 在美国获得亚洲最杰出艺人金奖 一九九二年更获得国内教育部颁发新传奖 收了侯冠群 郎祖云等弟子 还创办了吴兆南相声区医社 努力传承 如今吴兆南人生下台一鞠躬 不再说相声 不过他的段子和声音仍会继续流传后事 文化部也将陈景总统明令包扬 记者综合报道 历时十二年高雄铁路地下化 第一阶段工程完工通车 从新左营车站到凤山站十五点三七公里 包括了十座地下化的车站 而高雄市区七处的平交道等 将会逐步的拆除 高雄车站崭新的下城市广场 挤满人潮 大家都想来体验全新车站 不过搭车民众绕来绕去 浪费不少时间 直言指标不太够 觉得说怎么弄 像我们今天就是要买一日票 就不知道在哪里买啊 都是人啊 到南下北上的车子 你要下去之后再问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知道要从哪边去 然后要找南下北上 根本就指南万人 铁路地下化通车第一天 清晨六点多 首班南下列车 也因为铁道迷太热情 断电切换问题 卡在台南站延误三十多分钟 为了安全 把一些人群疏散了以后 我们才去办理这个 那个断电封锁的时间 所以大概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受到影响 大概就有三十四分钟 高雄铁路地下化历史十二年 投入近千亿的总经费 从新左营车站到凤山站 十五点三七公里 启用十座地下化车站 接着第二阶段 把地面腾空部分 打造成绿色廊道和商办大楼 交通部也表示 随着地下化通车后 七处平交道和十六处公路地体交叉处 将拆除 渴望改善市区交通瓶颈 有利都市缝合 只是位在高雄车站旁的中博高架桥 车热量最多 拆除时市区恐怕又将陷入另一次交通黑旱旗 记者李船 陈贤坤 高雄报道 一般我们家里头用的插座 使用的电压是110伏特 如果改变电压 成为国际主流的220伏特 就能够节能省电 但是这涉及一道电气的太坏 改压工程庞大 有学者就提出了构想 设计出了四孔插座 可以让110伏特和220伏特的电气 一起来使用 电磁如插电扭转开关 电气使用简单方便 却也耗能 台湾家用电压规格是110伏特 如果深压成220伏特 可减少电路损耗 但改压工程耗大涉及电气太患 因此台科大学者提出 温和版改压构想 新增插孔变四孔插座 让110伏特和220伏特电气 可以共用 台湾若要推行改压 就无需强迫民众换电器 学者解释 改压后110伏特供电 会从两回路变成一回路 对称配置可减少电流 在路线上的损耗 而且改压的混合设计 可靠着用电量负载平衡 达到节能效果 台电表示初期会找新盖大楼事办 要求未来新建大楼 一律以220伏特配电 并配置四孔插座 不过修法还是要看能源局的决定 若确定要推动改压 就得修订屋内线路装置规则 在电业法增修罚则等等 能源局则表示改压工程庞大 可能还会有两种电压误差的问题 可行性要再评估 全台有将近半数的庇护工厂 营收在两百万以下 而监察院今年七月就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举出庇护工厂比较没有企业化经营的概念 希望政府跳脱补助的思维 才能让庇护工厂摆脱营运的困境 位在台南后币乡的联心园庇护农场 附近处处都是好风光 好山好水种出来贩卖的农产品 全是员工们的心血结晶 像我现在两旁的蝶豆花 还有我手上的蜗具跟这个香草植物 都是台南联心园所种出来的农产品 不过这类的庇护工厂因为看天吃饭 所以经营困难度也相对提高 下雨或者是大热天 尤其是种菜中南部 大部分人都会直接跟我说 一定种不起来 农业经营不容易 联心园开园四年 年年都亏损上百万 让他们决定从盆栽改种 营收比较好的生菜 结果今年又遇到八二三水灾 梦想全泡汤 除了天气作怪 员工偶尔也会帮到忙 每天最开心的 就是和同事一起跳舞暖身 新北市的大安庇护农场 同样营收也不好 雪上加霜的是 今年还因为土地租用问题 差点熄灯 在三月的时候大安本来是要倒了 那时候都一直劝我说放弃吧 因为真的太困难了 每天都不知道说孩子的薪水在哪里 九十六年修法之后 把庇护工厂定位为身心障碍者的就业职场 必须自补盈亏 除了产能低土地租用问题之外 没有企业化经营概念才是庇护工厂经营最大困境 如果你也没有说特别的就差异化的商品 在市场上其实你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那所以即使是优先采购的这个政策 也帮不了这些企业太多的忙 监察院花了半年走访全台近半数庇护工厂 调查报告指出 一百零六年中央和地方政府 一共补助庇护工厂近两千名员工高达三亿多 这么多的钱还是有庇护工厂处在困境 因此要劳动部跳脱补助的思维 才能让庇护工厂脱离恶性循环 陈小红表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有能力的庇护工厂 转型成社会企业 完全不靠政府补助 靠自己赚钱 不过这只有几间庇护工厂能做得到 对大多数工厂来说 光撑下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 其实常常会有想要放弃 可是每次回到农场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孩子 你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再为他们多做一些 记者朱凤之中建刚吴奇称台北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